200位驱利奧孩子被ISIS绑成激烈 脸压向泥土 然后ISIS的枪手以自动步枪 一个一个残忍屠杀了200个 还来不及绽放的生命 这是ISIS上周公布的血腥视频 世界还来不及反应 两天后放枪向编织 现场遗留的一本叙利亚护照 加上更惊慌失措的事 华国警方怀疑部分恐怖分子 以叙利亚难民身份前回欧洲 让欧洲对难民的同情如今急转持下 波兰成为开枪说No的第一炮 华沙兴上台的保守派政府 在巴黎恐怖攻击后强调波兰 需对自己的边境保留完全控制 等于间接否定 原先波兰将接受9000位难民的协议 波兰的动作 正瓦解欧盟迹经仅存的难民分配合共识 对难民的同情急剧地转变成了对安全的担忧 巴黎恐攻后 欧洲各国更不安了 奥地利军警驾起围栏 和枪实弹一个一个检查 准备进入难民的个人身份 携带物资 尽管围栏外 大批在寒冬帝温等待的难民大声谈 由于根据情报 巴黎恐攻分子遣回欧洲时 曾取到巴尔干国家 因此包括斯洛维尼亚 克罗埃西亚等国全加强边境安检 19号周四 马其顿和塞尔维亚宣布 边境只限战区难民进入边界 尽管叙利亚 伊拉克和阿富汗难民可以通行 但身份筛查更严苛 杰克甚至呼吁欧洲处于战争时期 深根区26国免护照通信的开放政策 可能需要全民关闭 大多数这些 elegante migrant人 都在若隐藏的男性 都在若隐藏的男性 我问我为什么这些男性 不断于尽力的地 抗产的对立和恐惧 让难民业力的问题被遮蔽了 也让德国总理梅克尔越发费不力 纽约时报说 梅克尔在巴黎恐攻后隔天的发言 超乎寻常的情绪化 我们知道我们的自由生命比每个人的恐惧 让我们答应我们的恐惧 我们自身保护我们自身保护 我们自身保护我们自身保护我们自身保护 我们自身保护我们自身保护我们自身保护 现在有更多 梅克尔的难民立场没有改变 但欧洲境内68.1万许业难民中 德国就占最多数的3.8万人 梅克尔面对习来的百万民压力 将越来越大 逐策 美国众议院周四通过将暂停 让叙利亚和伊拉克难民进入美国 以提升对难民安全筛查的方案 新上任的众议院议长莱恩 可谓逐到一案成功 美国众议院周四通过 我们自身保护我们自身保护 美国人自身保护 他们自身保护 他们自身保护 国家主席 那是第一个 然后我说 是这个主席脱羊 我们也知道这些主席脱羊 我们的主席脱羊 现在你看到英格大众的事 我当时会是习近平之认的 中国有时是知道 我总是思维的 它们很高兴 太贵了 加上美国共27州州上表明不会接受难民 美国舆论也大受影响 最新民调53%美国人不希望让叙利亚难民进入 但美国白宫说 欧巴马将运用总统权力否决相关决议 一片反任的声浪中 进入寒冬的希腊来自沃斯岛 仍然平均每天近乎千年上海 脸上没有太多的喜悦 莱斯沃斯岛官方说 当地已经没有足够的目的 因为已经埋了太多渡海而死的难民尸体 而若没有死在险海上 接下来就是漫长险阻的意义 请记住他们惊恐的事 因为当欧美分奔说 巴黎的事情改变了一切时 人们恐怕忘了 13号中午晚上在巴黎发生的事情 其实每天都在雪莉亚上演